我們掌握的跟各位媒體朋友一樣 也都是由媒體上面來看到 並沒有具體的拿到相關的合約 或者是相關的說明 我們要說的是台灣藝人 他這幾年來都常會被強迫表態 如果傳言屬實的話 這也說明了台灣跟大陸的環境不一樣 在台灣還是屬於一個自由創作的環境 我想這個對於演藝事業 對於文藝的發展都非常的重要 相對來說大陸他常常會用他們的要求規定 尤其要跟黨在同一個路線上面 長久以後 這個東西其實是對於文藝 對於演藝的發展應該是不利的 需要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之下 才會有好的文藝 才會有好的營具的產品 我們也呼籲大陸可以尊重創作的自由 表演的自由 給予他們的演藝人員 尤其是給予台灣過去發展的演藝人員 更好的一個空間 不要就是一直把黨藝 加在他們的上面 要求他們簽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十年 你們剛才所提到的十年條款 我們希望這個不是真的 張先生以涉及違反兩岸條例第33條第二項 本會會會從相關主管機關禁訴依法查處 有關於張建益先生 他具有台灣地區人民的身份 他擔任上海東方衛視駐白宮記者 兼上海廣播電視台北美新聞中心的主編 由於上海東方衛視是陸方黨務及政務系統直屬的事業單位 張先生以涉及違反兩岸條例第33條第二項 國人不得擔任中國大陸黨政軍或團體相關的職務或危機成員等相關的違反 本會會會從相關主管機關禁訴依法查處 中共遼寧號航母或共軍機演訓這些動態最近非常頻繁 我國防部已經說明我們國軍充分掌握 及應除台周邊軍事情事的變化 本會也會持續關注相關情勢的發展 當前各國致力與防疫 我們要呼籲各方應共同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切勿一再升高緊張情勢 相關的軍事行動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正向發展及 假態的安全 那麼我們最近確實有關注到 包括像陸方用的比較多媒體有許多威嚇的文字 那麼政府不歡迎也不希望陸方特定激進人士跟媒體 鼓動非和平及無統的言論 這是無助於雙方良性互動 政府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立場 一貫而堅定 蔡總統選後也一再強調 面對中共的文攻武嚇 我們保持不挑釁不冒進的態度 讓兩岸之間沒有釀成嚴重的衝突 兩岸關係是雙方的責任 我們希望北京當局可以理解民主的台灣 民選的政府不會屈服於威脅和恫嚇 兩岸的相互尊重跟良性互動 才符合彼此人民的利益與期待 謝謝